我们曾经报导研究人员最近在澎湖的西极岛海域 发现了大量的极冠海星 这种海星会吃掉活体的珊瑚虫 所以被称为珊瑚杀手 而中研院学者郑明修最近带着20多名志工下水清除 三天下来已经抓到了100多只 潜水志工把半天下来的成果带上船 这一只一只比男生手掌还大的就是极冠海星 专门吃活体食珊瑚 被珊瑚礁保育人员视为眼中钉 最近中研院研究员郑明修 更在澎湖西极岛海域潜水时 发现极冠海星大幅增加 这一片水域去年才看到三只 两个月前在50公尺内就发现十只 因此赶紧号召志工出动了20多人来清除极冠海星 一万平安公司只要有超过30只就要进界了 那我们是一万平安公司是500只 所以是数量相当多 极冠海星身体砖红色 底部青灰色有十多只腕足 都分布细长的几次 刺表皮有毒性细胞会分泌剧毒 虽然专持活体珊瑚丛 一般正常的生态系里有天敌 维持数量平衡 但专家潜水后却在这个水域 找不到它的天敌 也只好进行人为干预 一起参与行动的还有来自日本的潜水志工 三天下来抓到一百多只 专家说日后将持续监控澎湖海域的珊瑚生态 也尽量把机关海星的数量维持在一万平方公尺 二十到三十只 如果只有一两只出现 不会清除 让大自然逐渐恢复自己的生态平衡 记者综合报道